小楓 小楓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跟我們兩個人 都會收拾情侶 所以我選擇來打飯店 那你收拾這麼一大張行李 你準備住幾天呢 我不知道 你不會 就不回來了吧 那我們才被愛秉對地 小楓 人難免有情差踏錯的時候 我求求你 你原諒我這一次好不好 我們之前的大陸領政結婚 後來你回台灣跟趙嘉麟結婚 甚至跟雪綠交往 我都願意忍耐 那是因為我愛你 你這一次 能不能將心比心的 把我的錯誤放下 拜託你 你廁所有沒有對我的事 是不是瘋子有些好 沒錯 我不應該動手殺你滴妹 但是我也說了 我那個時候是慌了 腦袋一片空白 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都是你的舊口 其實在這個當中 你有很多機會 可以向我賺白 賺白你跟潮汐的事情 不過你沒有 你什麼都說白癡 你還要我最愛心意 你敢知道你這樣做 我這次人 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少強 你怎麼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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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最無可赦了 你先不說肚子裡的孩子 我大陸還有一個兒子呢 不能看在兒子的面上 原諒我這一次嗎 做不到事情的人是你 跟小孩無關 你不說帶小孩來 對我情緒勒索 我就不叫情緒勒索 我只覺得我自己很委屈 你跟張嘉玲的兒子是兒子 我們的兒子就不是兒子嗎 如果這次犯錯是張嘉玲 你會覺得他這麼絕情嗎 嘉玲沒管你這樣做的 是 是我做錯了 是我的錯 少鳳 你原諒我 你原諒我這一次好不好 你不要再怪別人 是你先對我無情的 真正無情人是你 我問你付出了那麼多 看到的卻是你對張嘉玲的溫柔 你只要我只有做太太的情侶 你看 你到現在還要擔心別人嗎 你還要吃家裡的醜是不是 總共的人是你 你不要擔心別人 我沒有看過任何人 我要的只是一個公平 黃心一回來 我跟他道歉了 媽要張嘉玲住下 我也忍了 你們兒子回來我也接受 我能做到我動作了 就求你原諒我一次嗎 我說了我可以努力 努力要大家原諒我 為什麼你們就不能 給我一次機會嗎 你給我一次機會不行嗎 我很求求你 你哥在孩子的分析 看在我過去 付出那麼多的分析 你原諒我這一次好不好 我再想看看 我也沒想到我這次標平原容你 你俗地下 趕快在你的頭壓力 我相信我這也不是你想要在 的結果嗎 你不要離開 我去睡客房 不用 不行 你現在離開了 傳出去 還不知道怎麼做文章呢 你願我離開 我等你 我等你回心轉意